超! 閃電! 攻擊! 各位網友,大家好! 繼龍甲打敗了阿輝之後,他得到冠軍的挑戰權 之後我會主要講講最後一局的對戰 第一局,兩隻駝同時Burse Finish 第二局,武神先出界,龍甲不一分 第三局,武神的軸心覺醒,勇士被擊爆 第四局,勇士撤護模式,他們來到異空格 還看到巨人怪獸 對戰開始,雙方猛烈地互相碰撞 有一刻,雙方力量相似,之後勇士被撞開 武神用超閃光射擊,將勇士打飛 勇士落到盤中,更改變了軸心模式 之後雙方同時啟出必殺技,產生了強烈的衝擊 最後,武神被Burse Finish 主持宣布勇格為新冠軍之後,夜空中放煙花 勇格正式成為超絕最強無敵的陀螺手 好,這次總結,我沒有想說很多話 遇過一下五個月,我會全面回顧勇格的成長歷程 到最後,請大家Like這條影片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,多謝大家!